台化 台化 台化而言 他們今天他們已經連續三年得獎了 那就是為什麼他們今天得到這個最高的殊榮 那他主要的部分是能源的部分得到這個獎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他們在蒸柳塔的部分有全新的技術出來 那所以就表示這個台化他們在整個賣鳥場的這個節能的技術跟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那在跟彰化縣這邊的這個部分其實因為他是環保的議題 那現在是由環保署在主持的跟這個台化公司做進一步的討論 所以那部分我們也會全力協助 那麼今天他們的得獎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昨天被駁回才得獎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的努力 是在剛剛在得獎他們在頒獎的時候 台受賞的同仁說他明年還要來 我就不知道這第四年在得獎他會有什麼樣的獎項 不過剛剛台軍的同仁也說他明年還要來 所以我剛剛跟他說明年見 那不過所以林剛那個問題就是說 台化的得獎是因為能源 那他更知道他縣那邊的這個得獎許可 其實是因為他的這個許可 或者是因為環保的議題 那那個是跟這個環保 所以為什麼是由環保署來主持 那基金會不會全力協助這個這樣子